白宫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丽莎·莫纳克说 在可预见的未来 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 仍将是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威胁 她说攻击技术的演变增加了美国维护网络安全的难度 我们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军心叵测的行为方 可以利用的攻击平台越来越大 他们使用的战术、技术和程序也越来越多样化 从网络入侵到非对称信息战 再到破坏性的攻击行动等等 上星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 俄罗斯黑客不仅盗取并泄露了民主党电子邮件 同时还采用宣传、误导和假新闻等手法 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 莫纳克星期二在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 接受访谈的时候说 有证据表明 俄罗斯在美国大选期间的网络渗透对象 不仅仅限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使用的某些基础设施 机构和企业也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 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并没有 此外据我们了解 在信息泄露方面也没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么严重 后任总统川普曾多次对俄罗斯 是否通过网络渗透干预美国选举表示怀疑 对此莫纳克表示 川普在就职之后或许会有不同的想法 他一旦开始执政之后 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威胁 看到这些挑战如何演变 如果以历史为借鉴的话 我想他会对一系列做法保持开放的态度 即将在十天后 卸下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职务的莫纳克说 设立一体化的网络安全情报系统 使奥巴马政府在网络安全领域取得的成功经验 他还建议川普就任总统后 继续借助由美国政府跨部门专业人士组成的国安团队 并巩固美国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 和全球反恐过程中打造的国际联盟 VOA卫视记者张珍 纽约报道